中国恒大99.93亿元出售17.5亿股盛金银行股份给沈阳国企 凤凰网财经讯9月29日 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 全资子公司向沈阳盛金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售盛金银行17.5亿股的非流通内资股 占盛金银行已发行股份的19.93% 对价为每股人民币5.7元 合计人民币99.93亿元 本公司流动性问题对盛金银行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已入国企受让方作为大股东 有助稳定盛金银行的经营 同时有助于本公司仍持有的盛金银行 14.57%股权的增值保值 盛金银行在港交所公告 盛金金控出资99.3亿元人民币 受让恒大南昌所持有的本行17.53亿股内资股股份 占本行已发行总股份19.93% 转让完成后 盛金金控将持有本行18.3亿股内资股股份 占本行已发行总股份的20.79% 成为本行第一大股东